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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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到馬來西亞必喝的運動飲料 就是100PLUS 他這一瓶還蠻便宜的 這個大包裝比較划算喔 這個是沒有氣泡的運動飲料 這個是有氣泡的運動飲料 這個是有氣泡的運動飲料 其實他裡面的氣泡 是很微微的 就是跟我們喝什麼可樂雪冰 那種比較偏大型的氣泡 比起來 他的氣泡是比較細緻 真的就是運動飲料的口感 我們前幾天有去買拖鞋 因為我們這次忘記戴拖鞋啦 終於在今天把拖鞋穿出門了 但我們平常都穿球鞋出去 今天超多人的 我們等一下要去吃紅雞娃貓雞飯 我還是要去吃紅雞娃貓雞飯 我還是去吃紅雞娃貓雞飯 在雞娃貓雞飯 營業時間從傍晚5點到晚上11點半 星期三公休 現場有戶外座位區和室內冷氣座位區可以選擇 冷氣座位區菜單的價格會比戶外貴上一點 但我們還是推薦坐冷氣座位區比較舒適 來到東南亞旅行很適合喝這種酸酸甜甜的荊棘檸檬 但外面很熱 還是有吹冷氣不錯 然後現在有幫我們點冰的 因為它有冰的跟不冰的 有 很不錯 那下面還有味噌 這個是花 感覺它這邊很多飲品都有加畫面 對 卡克 好像說這個瓦包飯就是送過來的時候要趕快煎飯 不然會炒很大 就跟韓芯自己煮包飯差不多 這個飯量以我們的食量一個人真的吃不完 我們點了一人份的個人餐和一杯飲料 我們點了一人份的個人餐和一杯飲料 套餐有附一碗湯 會不會是梨子啊 不知道耶 還有一盤草青薑餐和綠豆芽 然後我們現在要來開吃吧 再來會先沖 表面上看這個醬會會熟 就是吃下去不會熟 吃甘露 雞肉超嫩的 不像滷肉 很像三杯的口味啦 你覺得有點像三杯雞嗎 還好 沒什麼感覺 哈囉大家 你們看到我們蠻飯的這些菜色 你看有情菜 綠豆芽 還有一碗很燙 它這樣有炒海鮮 再加一份瓦包 我們還有多點一杯飲料 這樣總共只要花55元馬幣 換算台幣是300多塊 我們點的這個是單人的套餐 飲料是另外點 它的單人套餐有4個餐點是50馬幣 換算台幣約350元 真的很划算耶 覺得兩個女生點一份公家吃剛剛好 這感覺很像蛤蜊 可是我不知道這品種是什麼 裡面還有花枝 蝦子和香菇 一盤裡面就有3隻大蝦子 再來喝這碗湯 不知道這裡面附的這個是什麼 裡面有肉塊 我來喝喝看好不好喝 這個湯頭喝起來很像台灣會出現的口味 吃不出來這個是什麼 吃不出來這個是什麼 如果大家有知道 可以底下留言告訴我們喔 好 感覺出來它的蝦子是蠻新鮮 會 太好吃了 試試看 是新鮮的蝦子 很一般 不會像冷凍還是什麼 就是為什麼 你會成立這個牛肉 吃下去就很鮮甜的口感 先煮一煮一煮 我覺得這青菜的醬很好吃 調味就跟台灣的差不多 有絕對有回到台灣的 單吃瓦包飯覺得蠻清淡的 但配上肉就覺得很好吃很夠味 這個套餐可以選擇加辣或不加辣 很適合我們這種不吃辣的 完食全部吃光光囉 這裡好熱 這就是飽飯 好多了 好險我們早點來 因為那邊還有人在排桌的感覺 超多的耶 怎麼回事 假日的人更多 假日來時常吃的人很多 這有肉乾 還有這個漢堡 然後這個漢堡 耶 炸的 沒有啦 原啦 放回來了 然後不會熱熱啊 哇好大吃哦 这应该就是他们的普遍 还有大路 有鲜苏鸡 阿里山 一瓶豆腐花就在这 一瓶豆腐花 一瓶豆腐花 所以你要吃吗 还是你要买 好啊老板 好心的 第一天来有看到 可是我忘记他到底在哪里 我就是有看到他的招牌 而且他那天就有在卖 我买了一个豆腐花 回去吃 13块钱 21块 台湾豆腐花也涨价了 都涨了很多 回去来吃吃看他的口感 跟在台湾有什么不一样 对啊 温温的 我们现在过天桥要走去对面的邮政总局 因为在这边路上的邮筒没有到那么多 那我们写完明信片之后 一直找不到邮筒 我们饭店后面刚好是一个邮政总局 所以我们打算去寄明信片回台湾 P.O.S 就是这一家 原来他是邮局喔 可以看得到只有不怕 这样风变大 我们赶快去寄信 就赶快回去吃豆花吧 油桶就在前面 我们等一下走土地 这个是基隆坡的 我们来去看看有没有国际的 我们来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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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 哇 一直吐半天 吐不出去 我就想说 以为他是像我们的那一种 因为每个国家的油桶都长得不一样 结果他有洞在上面 如果要投的话要投上面 这个是只寄在吉隆坡的 那这个是其他地区 所以国外也可以 那你要寄了吗 台湾见 明信片我们台湾见 走咯 看看我们多久后会收到 对啊 来计算 有没有可能七天内 可以收到我们的明信片呢 还是会更久 桌上真的太早了 看到油桶 如果大家跟我们一样 就是出国旅行 也是会想要寄明信片 给自己当作纪念的话 就可以 参考我们的影片 就是我们有提供 马来西亚吉隆坡邮局的外观 还有他的油桶 我们知道的油桶就是这边跟 双子星堂那边有一家邮局 都遇到了两个 可是就是很严实遇到 因为你明信片还没写好 对啊 没写好就不会想先起啊 因为我们好像住了好几天 我好像看到油桶次住 就是也是不多 开始变天了 而且我有查气下雨 就是我们来的这几天都是好天气 顶多是傍晚的时候会下雨 可是我们回台湾之后 好像这边每天都会下雨 开始一路下一个礼拜 我只能说我们运气真的是 我们很幸运 运气真的是很好 你知道我们在外面走跳的时候 都没什么下雨 对啊 因为如果下雨的话会比较麻烦 就是行程多少还是会稍微影响 这样 就觉得 好啦虽然热归热 制造给我们好天气 我们还是很开心的 你来试吃看看吧 好吃吗 它吃起来就是像台湾 属于比较滑嫩的豆花 我比较喜欢滑嫩口感的豆花 我不喜欢粉粉的 这个是我觉得我会喜欢吃的 而且它的糖水感觉就是黑糖水 而且它的糖水感觉就是黑糖水 跟台湾传统的豆花 蛮接近的口感 我们等一下要来打包行李了 就是我们这几天都把衣服丢在那 但要换妆的时候比较方便 还有这边 然后这边就是留在这边 那等一下是因为床上有这些 我们买来的战利品 我们之后要把它装箱进去 明天我们就要回台湾 所以我会预留一些冬天的衣服 像印到的一些资料 就在这边 那这个是我们带来的 UBI用的 这个没有用到 我觉得这次来还有 这个也没有用到 墨镜 我们是没有用到 可是有看到有其他外国人有带 可能如果你没有带帽子 就很重要 那我会多带这一款 大力胶 我会多带这个是因为 我之前去欧洲旅行的时候 轮子 这个轮子我是有维修过 可是 这边的轮子 没有维修过 我那时候是修两轮 所以有两轮我都没有修 可是那时候去欧洲的时候 然后它的轮胎皮就脱掉了 那我那时候在欧洲应急 就去买这种大力胶 因为这个很黏 它的胶带的成分也是比较厚实的 所以多捆几层 也是可以应急啦 所以我这次就是担心 那个轮子突然会有什么状况 所以我就带着UBI 今天要回台湾了 我有查一下台湾的天气 大概是16-17度 所以我们还是得预留冬天的衣服 避免回到台湾朝凉 因为 这边的天气三十几度 一回去我们就落差十几度 所以 上飞机前 这些冬天的衣物还是得准备好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咯 记得订阅芒果这一家 开启小铃铛 就会收到我们每一支影片的通知哦 还有还有要记得留言按赞和看完广告 这样YouTube就会把我们的影片推播给更多的人知道 最后 如果觉得我们制作的影片对你们有帮助 也欢迎使用 超级感谢斗内支持芒果这一家 让我们有动力继续创作下去 那我们就下一支影片见咯 拜拜 拜拜